牆上一張張畫作 以傳統民俗的人事物作為主角 這是藝術家陳寅如老師 在英哥光點美學館設展的作品 他擅長複合眉材 以壓顆粒、水墨等作畫 畫中主角常是神畫中的人物或動物 大約30幅畫作展出 其中多幅以門神為主題 陳寅如表示 門神造型上以幾何為外輪廓 用裝飾性的圖案填充 色彩豐富且自由自在 形象則是和哀可親、愛貌愛狗 我這次展覽的主要主題 都是以門神作為主軸 那因為我的門神是在 想要表達是在天下太平的時候 門神還可以做一些什麼有趣的事情 然後他可以 我的想法是希望說可以更貼近生活 更貼近所有大家觀賞的人 然後可以更了解這個趣味性 那我的門神像譬如說我這件作品好了 它叫做太平年代 那就是在太平年代的時候 然後門神可能就是跟小動物玩啊 這樣子跟小動物跑來跑去 然後底下有小朋友 然後跟門神底下的石獅子做一些互動 像比較有趣的是 這個小朋友就幫石獅子擦擦指甲油 然後右邊的這個石獅子 就是門神就把他像在遛他一樣 到處走來走去這樣 然後他身上還掛了一個 像打狂犬疫苗的那個牌子 陳怡如提到在疫情時代 人人都戴著口罩 激發他的創作靈感 再忙也要跟你靈嘎逼 便是其中的產物 以作品內容引於疫情期間的生活改變 他表示雖然疫情導致人際關係的疏離 但又因為互相之間共同的愛好及興趣 拉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這件作品主要的想要表達的是在疫情這段期間 然後大家都戴口罩 那所以我在作品上他們每個口罩都是遮住鼻子嘴巴這樣 那想要表達就是說口罩讓疫情 然後口罩讓人與人之間感情疏離 可是這個口罩這個地方事實上它是一個咖啡杯 那咖啡杯就是共同的興趣是咖啡 或者是每個人有不同共同的興趣 那一個興趣就會讓疫情讓大家疏離 可是共同的興趣卻又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陳怡如表示自己從小就很喜歡畫畫 因緣集會下開始以門神為主題 但她不甘一般傳統門神的誤趣沒有變化 因此加入屬於自己的元素 讓畫作既包含陳怡如擅長的傳統民俗主題 又能在畫作上增添不同的特色 展覽以你的心中有沒有想守護的人為主題 希望藉由門神的浪漫拉開序幕 也誠摯邀請民眾閒暇至於到光點美學館欣賞畫作 記者林映彤 新北採訪報導 他 同感情兩者 因度